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川普曾经夸口 他当选后会让乌尔战争24小时内结束 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川普的和平计划 这项计划将要求乌克兰20年内不加入北约 乌尔两国设立长达1000公里的非军事缓冲群 空中出现敌机地面枪声连发 镜头拍到无人机如入无人之镜直直下冲 碰一声炸开港口根据报道是一架乌克兰改装的无人机 6号指导俄国达吉斯坦目标是当地俄军离海舰队 这也是乌军首次袭击达吉斯坦的海军基地 地面民众看了都吓呆但看到这种场面 俄军绝对不想在乡亲面前落下风 隔天无人机大军直接现身基辅上空 而且不止这一架 7号当天大批见证者无人机飞来吉辅 警报持续了8个小时 民众再度躲到地铁站避难 至于外头乌军天还没亮就猛烈对空扫射 乌克兰表示这波攻势 乌军总共打下了30多架见证者无人机 但不幸还是造成了6个地方建筑受损 外加2人受伤 只是怎样也想不到被击落的残骸中发现 大概有一半的无人机搭载的弹头 居然是假的 乌克兰防空部门发言人指出 俄军用3D裂印仿造见证者的弹头 虽然不会致命 但用意就是要消耗乌军的弹药 同一天 乌克兰东南部的炸波罗热 则是遭俄军用5枚飞弹和华翔炸弹袭击 明宅医院都被轰 4个人不幸丧生 另外还要是8个人受伤 全乌克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 乌军和国际军团持续卖命死守前线 来自各国的自愿军在乌克兰遭遇枪林弹雨 这幅交火 俄军甚至不断用120毫米破几炮狂攻壕沟 不少弟兄和死神擦肩而过 最终证实国际军团中这一整个连所有人都幸存 反观支援俄罗斯的外国军队 北韩军在俄国领土库斯克战场上首都和乌军交锋 如今被证实的确有伤亡 乌尔战争至今达了大约两年九个月 这回还有北韩正规军加入这场仗 专家分析要谈停火势必更难 还得看美国即将回国上任的川普政府会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专家表示 但是北韩和俄罗斯在已经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前提下 川普有可能会先端详可以从中捞到什么样的利益 但是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 不少分析认为要解决问题 终究要找上问题的源头 普钦7号参加一场智库活动上除了祝贺川普当选 还赞扬川普是一个勇敢的男人 同时普钦也放话他期待可以跟美国恢复对话 帮助结束乌克兰问题 只不过川普曾经说过 他可以在24小时内终结乌俄战争 国际社会担心他可能会逼乌克兰 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接受和平协议 因此川普上任后到底会怎么样和普钦谈 国际社会都很紧张 当华尔街日报这回披露 川普团队内部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和平方案 就是让乌克兰承诺至少20年内不加入北约 乌尔双方也得设立800英里的非知识区 详细内容都还很模糊 而且乌克兰和西方盟友们能不能买单都还是问题 特别新闻做不到 另外川普当选之后 以色列跟伊朗一个开心一个忧虑 川普因为力挺以色列立场明显 以色列士兵开心到名枪庆祝 而川普在选举期间 曾经暗示以色列可以攻打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人忧心忡忡 尼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又遭到无情轰炸 冒烟的地点只有在机场附近的地方 尼巴嫩地面战场如今越来越有 以哈战争的既视感 住宅区人去楼空到处是枪炮声响 以军战车也还在缓缓推进 誓言揪出更多真主党据点 以色列其实也没放松 对加萨哈马斯的攻势 却在交战的同时传出争议镜头 近有前线的士兵 勉强庆祝川普胜选 以色列尽管表示会做出惩处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开心度 可能不亚于这名士兵 在川普胜选后第一时间大战 这是史上最伟大回归 相比贺锦丽担忧流失中东一选票 川普似乎毫无顾忌 不止多次批评拜登软弱 川普还曾经表态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核子设施 伊朗报纸大篇幅报道川普回归 却丑化他的形象做成上考姿势 对于没选的结果伊朗人显得忧心忡忡 伊朗甚至有民众说出应该和川普求和 免得生活过不下去 回顾川普的第一任期 最知名的停以举动就是承认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就连美国大使馆都特地从台拉维夫 迁往耶路撒冷 川普第一任期第一个选择出访的国家 实际上就是中东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 当时他夸下海口的尾巴和谈 证明还是难以达成 不过川普前幕僚 有信心川普上台后更能解决中东的混乱局势 不过现在中东的混乱已经提升到另一个等级 以色列内部的动荡也越来越多 大批民众上街示威 这次是抗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开除防长格朗特 与此同时在海外的以色列人也因为战争面临风险 荷兰镇报警察大举出动 因为7号当晚有以色列足球迷在当地遭到反犹太示威者攻击 报道称至少5人送医还有62人被逮 更有人拍到阿姆斯特丹车阵外有黑衣人穷追猛打 一场更深层的种族仇恨正在悄悄蔓延 只是以色列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川普当选似乎对以色列比较有利 至于战争能否说停就停恐怕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大家都知道川普对于多边结盟这类的外交关系向来不感兴趣 所以从大选开始前川普不断的向有谋喊话 如果需要美国支援防卫力量势必要在费用支出上展现诚意 这也代表着美国未来可能退出北约或者是搁置印太战略吗 专家普遍认为还不至于但是做法上会有调整 中东战火越演越烈 拜登政府对外事务成效备受之一 多少也助长了国内民众心中内霸无名火 在美国选民集体的期望心理底下 是选出一个符合内政号召的总统要处理国际性的事务 不管川普或贺锦丽都是 当然这些是联动的 因为美国国内的选民普遍对这些攸关自己生计的问题 感觉到痛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相对被剥夺 他同时就会想到国外我们要不要出兵 我们要付出那么多钱 要不要用整体的国力 现在已经在走下坡了 去支撑国外的战争 很自然就会想回来 想回来那这些就会让他们在民调在投票上有所退缩 开源无法立竿见影 只能期待未来的元首借着指战着手截流 24小时内终结乌俄战争 川普选前的好语 普清听到了 如今更殷切的等待美俄对话 川普可能要求俄乌双方 旧现状去解决他们现在军事冲突的问题 也就是要乌克兰对于已经被俄罗斯侵略的土地 就直接就放手了 或者说在俄乌之间 他们暂时就现状签订一个停火的协议 那这个现状维持多久 说不定三年 说不定五年 不知道 不求一劳永逸 只求先解燃眉之急 因为目光才能立刻返回印太 日本首相安倍显州所提的 川普选上的时候 第一次选上的时候 就实行所谓的印太政策 所以虽然偶尔他会批评盟友 但是这个不显示 不等同川普不想跟他们合作 他团队 他外交国安国防团队 还是会有很多人非常熟悉印太地区的事物 印太战略 并没有因为四年前的川下败上 被弃至一旁 川普是否重操就业 将对外事务聚焦在美中角力 前共和党海外事务要员建议 关其言 查其行 川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 其实他不太喜欢外放 他不喜欢去欧洲 也不太喜欢去印太地区 其实川普不太喜欢离开美国这么久 或坐飞机那么远 值得关注的是 他第一次外放的时候是去哪里 如果是第一次去印太地区的话 就显示印太地区有多重要 印太特别是东亚 堪称是下个前世烽火区 除了台海还有朝鲜 常年夙愿以触即发 所以川普他势必会利用 他自己认为的关系 先去说服北韩 不要再做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 那北韩会不会买账 我觉得这机会当然是有的 北韩也知道他要审视多事 他去看看怎么样是对他的 自己国家的政策或立场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觉得北韩会利用川普 川普也会反过来利用北韩 竞选期间川普和其团队多次表明 美军的任务是吓阻中国大陆 而不是应对北韩 使得南韩国内媒体不分派系 都认定了川普2.0 将在军费要求 半导体和产业关税上 对南韩形成巨大压力 这个态势 日本同样看在眼里 众所皆知 川普对于多边同盟 向来不感兴趣 各国如果想跟美国 在理念上称兄道弟 兄弟更该名字算账 撤军对美日安保的伤害难以估计 届时别说是小北约 对于真正的北约也是个警讯 大家都不能够占美国的便宜 一分钱一分货 北约的盟国 要看你们提供多少的经费 付了多少的钱 才能享受到多少的保障 那这一点其实是 在北约成立历史过程当中 没有人会这样想 可是这样的讲法其实是 它是个很突兀的吗 或是完全不可能的吗 我觉得至少它表现说 在川普阵营里面 有人就是这样认为 从当选的贺电 不难看出欧洲各国心中顾虑 不过川普团队必然也理解 退出或是裁撤任何一个小多边 都将给了中共 以连横对抗合纵的操作空间 明年1月20号之后才会知道 因为我们要看总统的动向 比如说他会不会去参加 什么国际会议 什么高峰会 或者他不去 甚至派副总统去 那另外我们要看 他的外交国防的团队 有哪一些人 哪一些议题对他的国防外交团队 是要排在最前面 四年前的川普总统 任内无恶中东尚且平静 中国大陆二十大还没召开 更没有联合力见演习 狂人才要洗淫政治生涯新局 各地区域安全的挑战 已经虎视眈眈 特别新闻蔡明轩罗世彭 也有提不到 川普在上个任期 就退出了巴黎协定 这次任期可能也会再次撤回 川普是气候变迁 跟全球暖化的华裔一论者 他的选选对全球气候合作 跟政策来说投下震撼蛋 中华经济研究院举办研讨会 探讨美国大选如何牵动 美中台贸易及产业科技发展 台下做了满满的人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强势回归 他在上个任期就退出巴黎协定 这回选前也强调计划撤回巴黎协定 川普是气候变迁 和全球暖化的怀疑论者 竞选名言酸碳把宝贝 主张支持化石燃料产业强调美国制造 川普胜选也对全球的气候合作与政策来说 投下震撼蛋 因为要注意到环境品质 所以让经济没有竞争力 所以他是完全不管这个的 他会开发能源 所以我相信这个石油价格是应该会降下来的 美国他川普上台之后 他应该会采取的就是 回归化石燃料的一个想法 那对绿能的部分 他会推动的会比较有所节制 他对化石燃料的推动 因为那基于他国家本身的一个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大概是拜登原来希望的2030 然后低碳电力能够到80% 2050美国能达成净零的这些目标 大概都不会做到了 那对应的像是中国的2060 印度的2070的减碳净零 也就是说这些准零能够加起来 世界上现在在原来期待的1.5度C净零 这件事情大概不会达到 整个会破局掉 中心院学者陈中顺表示 美国2050要达到净零 几乎已经不可能 而台湾的绿能企业在国际上 可能将对美国出口减少外 还必须面临其他国家 因产能过剩所导致的低价竞争 在绿能产业方面 我们的看法是因为 拜登其实有扑一些局 川普不太容易破 但是他会去改变里面的分配 然后会尽可能让绿能产业 大家都回到市场上自由去竞争 活下来的就是可以用的 至于你成本效益不合的 那就会被淘汰掉 他可能会采取这样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 因为美国的补贴取消了 那国际上可能会产生 很多多余的产能 那这些产能就可以在世界上 各地低价促销开来 那可能会冲击到台湾的产业 甚至流进台湾来 那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部分 川普曾经说过 气候变迁是一场骗局 这回川普2.0会怎么做 外界评估有一些可能的措施 像是川普上台后 拜登实施的暂缓核发新的 液化天然气出口许可 等待还评审查的措施 可能很快被撤 还有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 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 也在研究让川普取消 拜登近4000亿美元 应对气候变迁的降低通膨法案内的 租税减免措施来增加裁员 未来4年 美国气候行动会脱轨吗 大家挫裂蛋 而11月11号到22号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 在亚赛拜然首都巴库举行 被认为像是跨国探交易的市场 及监管 漂绿的防治与监管等等都是重点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NDC的目标讨论 因为根据巴黎协定 明年的2月之前 这些缔约方必须要提供 新一轮的NDC目标 那预计要如何 透过比较积极的方式 以及规划 去达到更有野心的这个NDC目标 也会是今年COP29的 讨论重点之一 每5年各国必须向联合国 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秘书处 提交修订后的 温室气体减量承诺 也就是国家自主贡献NDC 而其实现在全球的减碳进度 是远远落后于巴黎协定的目标 那报告里面是指出 如果全球 依照现在的政策情况的话 全球在这个 四季末升温可能要到达 3.1度C 那如果说 这个全球能够 兑现他们现在有的 这个一些减碳承诺的话 这个四季末也甚至 还是有到2.5度C左右 这样一个升温 控制气温上升幅度 在1.5度C内的目标 已经是遥不可及的梦 超过这个临界点 热浪暴雨 旱灾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 将会大增 人类火烤地球的代价 已经逐渐显现 TVBS新闻张正恩 网易姐听不到